大膠的Jacky 今天要說的是 天圓突破 卡米蘭 天圓突破 因為天圓突破 他是大哥 大哥沒有輸 他也展示了 他會遲些出過洋子 但其實生蠔色也出過洋子 他的特色是 他會有地方用布 他推出鬼滅之刃系列是最多的 還有他推出過鋼鐵 事不宜遲就馬上開箱 這裏是他的手型 都連同他 1 2 4 6 8 10 12 14 還有一個特典 特典是眼鏡和手 我朋友說 為何不放進去 要額外 因為都很難做 等於Figma的特典 根本就是包裝好 放進去的東西 所以他沒有想過 所以他就額外再包給你 這個我就肯定 這個就不宜遲 跟Figma一樣 所以一定是在外面 他也是在外面 可以拿著的眼鏡 他有幾個版本 要買一些版本才有 我朋友還有一個 色紙 我這個版本就沒有 要多一隻手 拿著眼鏡 這個眼鏡不戴著 這個眼鏡 好了 跟山口色的羊子 放在一起 因為羊子是在版 就會看到一個 大家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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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比例 都可以夾到的 對 如果你不想買新版本 他也會推出羊子 其實山口色也是一個不錯的 搭配 而且他可能會推出其他角色 是鐵華團 鐵華團 所以 我叫做 紅蓮團 抱歉 紅蓮團 太久了 我忘了 他的名字 還有其他角色 對 沒有人 他真的會推出 再加上其他角色 例如 ML 其實他 ML高的 一點點 跟ML差不多 都差不多高 好啦 先放 山口色 跟山口色 差不多 山口色 高一點點 所以 如果加上山口色的羊子 都合理 可以 可以 你可以考慮一下 買不買 他遲些會推出羊子 因為 他的羊子下身 就是布 這是他的特點 他總共有些位置 是會用布 不多 其他都是教的 因為他定價 都偏高 但他就會推出小柚 即是卡文 遲些會推出主角 和女主角 或者鐵華團 鐵華團 紅蓮團 是紅蓮團 其他朋友 是紅蓮團 是紅蓮團 其他朋友 對 我覺得他不會推出幾十人 因為幾十人都出到 爆開 其他公司 即是千值年 抄襲也有推出過 好 繼續做個新高對比 我先放ML ML 其實會高他半個頭 因為頭髮也挺高 對 所以 只要看 ML 是比他高 拍完他 是比他高 半個頭 然後 HF HF Digga 的尖端 跟他一樣 一樣高 Alpha MX 就會高 半個頭 拉開 他 好 MARFET 這隻 是特別矮的 MARFET 他就會 什麼來講 他就會 矮過他 對 他反過來會高 對 那 放回一些男性角色 什麼來講 對 就會高他 少少 不是很多 是少少 然後 然後 Joytoy 對 都是高他 半個頭 少少 不是很多 好 MASCO 對 一樣都是高他 少少 半個頭 對 大概是這樣的 可動 先 這個可動 我覺得這個可動 對 這個設計 是三號式 自鑽合的設計 其實是 高可動 這樣的 關節 這個關節 沒有 關節 但是 這個關節 可以 令到 他 污前 大致 是沒有問題的 對 因為這個 這個 就是三號式 做 海洋 三號式 做 這 可以 增加 增加 前臂的 力度 可動 的一個方法 你問 美觀 是不美觀 可動 是高的 然後 手 是單關節 手 是單關節 但是 這個關節 就是彌補了 他的單關節 因為這樣 造型也做到 頭 頸 可以這樣轉 這個 又是很可陽銅的感覺 就是三號式的感覺 然後 單關節 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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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令到 腳 動得那麼多 左右 向後 向前 可以 想到那麼多 唯一 可動的 有什麼問題 就是 就是 單關節 令到 可動 但 怎麼說呢 他 這個 手的關節 令到 上臂 可動 就算不錯了 下身 就是 這個 這個 這個設計 令到 踢腿 這些一字畫 是沒有問題的 彌補回 單關節 下個和 可以這樣說的 如果是單關節 雙關節 就會更加好 但也足夠 我覺得 如果以公仔來說 整個感覺就好像 海洋筒的感覺 然後還有劍婆 劍婆 有鐵線 挺漂亮的 有童年團的Logo 其實他以前的角色 還沒計算 這個 火柱 炎柱 的大哥角色 他之前是 出名的大哥角色 帶著主角 令到主角成長 最後戰死 後來炎柱的方式 好像是學他 都是戰死了 就是前十年 最型的一個 大哥型的角色 當中的對白 是 叫主角 斯蒙 相信自己 這個位置有一個扣位 扣好他 對 對 再慢慢調整 這件事都很型 這件的披風 做得挺漂亮 他這個樣子 他有幾個樣子 有五款的樣子 這個正常的一個認真樣子 對 也挺帥 這個樣子 面一個 這裡是一個頭髮 面對到這個頭髮 然後眼鏡 對到這個頭髮 然後這個頭髮 對到頭髮 對到頭髮 對 對 就會有一個大眼鏡的頭 所以他是特典的另外一個 就是 拿眼鏡 對 所以這個特典 都是 必要必要 最好有特典 對 這個是一個比較 有笑容的 有一個樣子 先拆掉他的眼鏡 對 一個大叫的樣子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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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其實也是 抹大口的眼神 有一點點不同 對 樣子有一點點分別 跟這款 對 雖然很像 但是 他的兩個表情 真的有一點點不同 有區分 他跟大聖的分別 大聖是區分不到 他是區分到 他是區分到 還有這個切 是他臨死的時候 爆了血的圖 對 其實頭髮也挺多 又有眼鏡 但是頭髮的設計 挺複雜的 組裝上去 好像組織木一樣 接著是最懶的方法 他有兩把刀 一把是不能動 一把就扔了 一把就扔了 他看到也沒有 又是這樣的設計 接著有刀 接著有一個 這些都是很常有的 就是 扔了這個位 是這些大聲的做法 就是只有劍身 那你就不需要把劍殺進去 另外你要扔把刀出來 就真的扔把刀出來 那就做不到扔刀這個動作 可以嗎? 是不行的 這是一個很常見的大聲的做法 你問我我經常會看到 是嗎? 最後說回 這隻玩具 值不值得大家買呢? 首先你很喜歡天然突破 那就不用想了 這個大哥就必買了 如果你說不是很喜歡天然突破 你可以跳過 但是這個牌子 如果你現在不買 我想真的有抄飛器 好像鋼鐵一樣 現在找不到 要是等它第三次再版 還有我看到有很多不同牌子的技術 在上面 所以整個風格 我覺得有點像沙式 但是那種單關節的感覺 好像以前的HF 舊的HF有些角色 真的這麼做 然後它換頭的設計 也是一些山口式的設計 很複雜的結構 這個位置真的很像山口式 然後這個刀的設計 就是大勝的設計 大勝很喜歡這樣做 然後它包含特典的方法 就是碰碼的方法 感覺上有很多不同牌子 在上面 然後 你直接做這個布 就是Redicor的做法 就是你只有一個位置 是有布的 它不經常直接做布 就是它有能力做 它不做 那做樣子呢 我覺得它像 山口式或者HF 很粗狂 我覺得做樣子來說 始終都是 Figma是最好的 而且我覺得它的感覺 新高和山口式 在一起 當然 不是差很遠 總之那個感覺 就好像是 不同公司的集合體 有很多不同公司的優勢 我覺得都值得買的 如果我喜歡天然和波 這個系列 就直接推介大家去買 那 而它手也多 配件 樣子是多 配件 我覺得是一般的 對 就不太多 只是刀兩把 和一個布 還有眼鏡 是個特典來的 好 那基本是這麼多 我們就下條影片再見 我是Jacky主角 1-12-1-10-9 好 拜拜